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一下 区块链它的二哥叫做CDN 当去中心化与互联网结合之后呢 它的第二个产物就是CDN了 那么CDN它的全身呢叫做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做内容分发网络 CDN它的基本思路呢就是尽可能的避开互联网上 有可能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的一些瓶颈和环节 最终保证我们的内容传输呢能够实现更快而更稳定 比如说我们在互联网上看电影 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上海通过视频网站开一幕电影 如果我们电影呢存放在北京的服务器上 那么在上海看呢一定是非常慢的 那么如果在深圳看呢 那反应就会更慢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将这个电影呢放置在不同地区的服务器上 那么看电影时呢 让它自动去找最近的那个服务器来访问 实际上这就是CDN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思想 CDN它的基本原理呢就是广泛采用了一些缓存服务器 将这些缓存服务器分布到用户访问相对集中的一些地区或者网络中 在用户访问网站的时候呢 利用全局负载均衡技术将用户的访问指向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缓存服务器上 有缓存服务器直接响应用户的一个请求 最终呢能够降低网络的阻塞 提高用户访问的一个响应速度 以及命中率 那么CDN呢它包含了这么几个要件 一呢就是分布式存储 第二负载均衡 第三网络请求重定项 第四呢就是内容管理 而内容管理和全局的网络流量管理呢是CDN的核心所在 用户通过究竟和服务器呢 负载的判断呢 CDN确保内容呢以一种极为高效的方式为用户 为用户的请求提供了服务 那么CDN目前广泛应用于视频云行业的内容分发加速 那么后来呢又出现了PCDN 它实际上就是P2P的一个内容分发网络 它就是在CDN前面增加了P2P 它是以P2P技术为基础 通过挖掘利用边缘网络的海量碎片化的闲置资源 而构建了一种低成本高品质的内容分发网络服务 接入该服务后呢就能够获得高于CDN的一些分发的一些质量 同时显著的降低分发的成本 它适用于视频的点播直播大文件下载等业务场景 那么阿里云的PCDN呢就是基于P2P技术的一种CDN的产品 它将两者完美的进行了结合 更适合于大流量的分发了 那么PCDN呢产品相对于CDN 它的成本更低质量更好 它具有这两方面的一些核心优势 那么关于PCDN的一些落地呢 实际上还要感谢迅雷公司 迅雷在最早呢 它就开始很早就开始使用了这个PCDN这种技术 它出售给会员一种商品 一开始叫做赚钱宝 后来叫做玩客币 那么玩客币呢是迅雷旗下智能硬件 玩客云用户激励用户的一种虚拟数字资产 其实呢就是让用户呢用家里面的一些网络来访问彼此网络带宽的一种设备 那么迅雷通过这一硬件设备呢 能将用户闲置下来的一些宽带能够充分的利用 它将这些宽带呢以极低的代价 然后收购过来扩充到自身的CDN中 获得更大的云储存云储存的一些空间以及宽带 而对用户来说呢 其实对于这些带宽闲置时候呢 我还可以贡献出来 贡献出来从而获取到一定的收益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头呢 咱们也提到了一个玩客币 那么玩客币呢 实际上它在某些方面呢 和我们即将要介绍的那个比特币的一些玩法呢 还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我们在这里头呢 就不再对它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么如果我们说P2P下载 它实现的是一个硬盘的分享的话 那么我们的PCDN 它实际上的是共享的 就是我们的网络资源带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来介绍一下区块链 它的三哥 也就是分布式计算 去中心化和互联网结合之后呢 诞生了第三个儿子 也就是分布式计算 而分布式计算的出现呢 轰动了全世界 那么广义上来说呢 分布式计算呢 它是一门计算机的一些科学 它研究如何把一个需要 非常巨大的一个计算能力 才能解决的问题呢 它把它分成了许多很小的部分 然后把这些部分呢 分配给了许多的计算机进行处理 最后要把这些计算的结果呢 再综合起来 得出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那么具体来讲呢 分布式计算呢 它是一种计算的方法 和集中式计算呢 是相对的 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 有些应用呢 它需要非常巨大的计算能力 才能够完成 如果咱们采用过去的那种 集中式的计算 它需要消耗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 而且甚至还未必能够完成 而分布式计算呢 将该应用分解成很多小的部分 分配给多台计算机 一块来进行处理 这样呢 就可以节约整体计算的时间 也大大的提高了一个计算的效率 比如说过去我们想破一个算法或者密码 我们用一个东西叫做超级计算机 那么就是在机房里头 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计算机 它的运算速度啊 比全世界任何一台计算机都要快 那么像这种呢 咱们借助于这种超算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心化的一个计算 那么什么是分布式计算呢 就是把需要大量计算的工作 比如说 破解密码 比如说计算一个DNA序列 它把它分解成无数的小块 分解成小块之后呢 再扔给全世界的一个一个的这些小的计算机 比如说咱们家里头的个人的PC 那么当全世界几千台几万台 甚至几十万台 个人PC 他们的CPU 能够同时进行计算的时候 那么这种计算速度 真的是远远要比超算还是要快的 一些人类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需要大量计算的一些基因学呀 密码学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在分布式计算的面前呢 也能千而一举的被解决了 那么最近的一个分布式计算的项目呢 就被用于使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为志愿者 他们的计算机闲置下来的一些计算能力 通过互联网用来分析来自外太空的电讯号 寻找隐蔽的黑洞 探索可能存在的外星智慧生命 那么P2P下载呢 它是共享的是硬盘 CDN呢 刚才我们说了 它共享的是网络的带宽 那么分布式计算呢 实际上它共享出来的是我们每一台电脑 也就是每一台计算机的CPU资源 而我们把共享硬盘 共享带宽 共享CPU资源 结合起来这三种技术 联合在一起呢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呢 叫做边缘计算 那么边缘计算 在这块呢 我们要提到一下云计算 因为云计算这个概念呢 也比较的火 其实呢 云计算只能算作是区块链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 那么云计算呢 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给大家提供一台巨大的 远端的云端的计算机 但是云计算呢 它依然是用云端来提供的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计算资源 它并没有实现一个去中心化 而边缘计算呢 就是不用云端来提供一个中心化的计算资源 而是把每台计算机的硬件了 网络了 CPU都拿出来共享 这样全世界的计算机加在一起呢 就可以变成一台虚拟的超级计算机 这被称之为分布式的云计算 由全网的计算机一起提供云计算的服务 然后呢 再由边缘计算技术来统一协调 得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 那么说到这儿呢 可能这个分布式计算 跟我们以后即将在专业课程中 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渣瓦大数据 那么就跟我们专业课程中 渣瓦大数据的其中一个技术 那就息息相关了 我们在这里头呢 提前也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介绍 那么这个技术呢 就是我们大数据里头的Hidoop Hidoop这个技术 那么Hidoop呢 是一个能够对海量的数据 进行分布式计算的一个软件的一个框架集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提到了就是分布式计算 而Hidoop呢 是一套 是一系列的 这么一系列的软件框架 那么它主要实现的就是分布式计算 那么Hidoop 它框架的最核心的设计呢 实际上有最核心的 它的技术点呢 有很多 它最核心的有两个 一个是HDFS 一个呢 就是MapReduce HDFS呢 它为海量的数据 提供了一个存储的一个可能 而MapReduce呢 为海量的数据提供了计算的可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HDFS 它是Hi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 它的全称呢 叫做Hi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Hidoop的分布式的文件系统的一个缩写 它为分布式存储提供了一个底层的支持 也就是我们要存储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 有一堆的海量的数据 我们要是存在某一台机器上 这是办不到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HDFS这种技术呢 把它存在无数个 或者说是有数量的 有限的某一堆的这些计算机中 那么一台做不了的 存不下的 那么我存在很多台中 那么一下子也就能够存到了 那么Map Reduce呢 从它的名字上来看 它实际上是能够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叫做Map 一部分呢叫做Reduce Map呢 它有集合的意思 也有展开的意思 它就是将一个任务分解成多个任务 那么Reduce呢 实际上就是有聚合的一个意思 汇总的意思 它就是将分解之后 多个任务处理的结果呢 最终汇总起来 从而得出最后的一个分析结果 所以我们说Map Reduce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叫做任务分解与结果汇总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图中 我们大概就能够看到 大量的数据 我们存在某几台机器上 存不下 我们把它存在不同的机器上 当我们要是想再获取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HDFS 这么存 也可以通过它进行获取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进行 大量数据的运算 可怎么办呢 我们通过这个Map 把整个这个要运算的 这么一个行为 我们把它分担成 很多很多小的任务 那么有不同的机器呢 每个人领取一个任务 那么最终呢 咱们再把每个人 领取之后的一个任务的结果 通过Reduce进行结合 最终告诉大家 整个这个处理的结果是什么 拿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拿到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 也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区块链它的四解 叫做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呢 实际上就比较好理解了 就是Social Medium 那么社交媒体呢 它是去中心化和互联网 这两种技术结合之后 产生的其中一个产物 那么过去呢 媒体呢 都是中心化的 在全世界这个范围之内呢 发言权呢 原来总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的 而社交媒体诞生之后呢 它让每个人都有公平发言的一个机会 每个人的声音呢 都可以被别人听到 整个世界呢 也变得非常的感性 每个人都能够说出自己有创意的 有感情的一些想法 那么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呢 已经成为人们浏览互联网的主要的内容了 那么社交媒体成为了彼此之间 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一个工具和平台 那么当前呢 实际上最知名的一些社交媒体 在国外呢 可能就是脸书啊 推特 那么在咱们国内呢 就比如说有新浪微博呀 有腾讯QQ呀 有微信等等等等 那么社交媒体 已经不仅仅是个人信息发布的一个平台 它更是企业营销的一个最佳的渠道 当前现在企业营销呢 实际上通过都是通过这些自媒体 或者通过这些新媒体来进行发布信息 然后从而实现一个宣传一个效果的 那么在这里头呢 因为社交媒体比较好理解 所以我们在这里都不再说了 因为我们天天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交媒体中的一份子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介绍一下区块链 它的五个叫做P2P借贷 这个P2P借贷呢 和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P2P下载 它并不一样 但是呢 它都有P2P的这么个前缀 也就是说 它的名字实际上也是借助于 它的父亲去中心化的别名 就是P2P嘛 它是借助于他父亲的一个名字 也就是父亲的姓 加上他自己的名字 他自己叫借贷 那么P2P借贷 它是去中心化 与网络结合后 在金融领域诞生的第一个孩子 那么P2P借贷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这么来理解 今天我需要钱 但是我不去银行 而是直接去找有钱的人借 一般呢 我们都需要借助电子商务专业的一个网络平台 来帮助借贷双方确立借贷关系 并且完成相关的一个交易手续 而借款者呢 可以自行发布借款的信息 包括金额利息还款方式和时间 实现自注式的借款 那么借出者呢 根据借款人发布的信息呢 自行来决定 我可以借出多少金额 实现一个自注式的一个借贷 举例说明呢 这个MB月光宝盒平台 实际上就是一个P2P借贷的一个平台 那么如果A 他有借款的需求 但是呢 他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借 于是呢 他就在这个平台上发布这个需求 那么B 他如果有多余的这个闲钱 他想要有更好的收益 于是他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投资 那么平台我们能够做到的呢 就是将A的需求 以及B的需求 把它们俩匹配起来 由B呢 借给A 那么平台呢 在其中作为一个担保 A要承担一定的借款利息 B可以收益一定的借款利息 那这个就叫做P2P的一个借贷 那么归根结底呢 实际上出现这个P2P借贷的一个原因呢 还是因为 电商卖家 小微企业 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那么客观的说呢 实际上咱们的这个电商卖家 小微企业 他并非没有信用 只不过各大银行 他很难客观公正的 去评估这些小企业 他的信用 于是在信用审批这个环节上 银行没办法做到给他们进行贷款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呢 P2P借贷这个平台也就出现了 他为小微企业提供了融资的渠道 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P2P网络平台 由于没有贷款的牌照 而且还是属于民间的借贷 借贷资金的进出 往往都要通过原始网站的 创始人的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来进行 所以一般较大的P2P平台呢 每天他们的资金沉淀量呢 可以多达到300万到500万 那么这就为平台私自挪用 用户的资金呢 乃至协款潜刀 买下了一个隐患 大部分的P2P平台呢 都选择和第三方的支付平台进行合作 那么当然了为了借贷安全呢 也应该引入一个第三方的资金托管 这样呢就可以降低 咱们P2P借贷资金流转中的一些风险 那么通过这个图上呢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就是咱们的P2P网络这个平台呢 就是帮着个人和个人 实现了一些资金的一些交换 而避免通过一些中心化的 比如说像银行 通过他们来实施这个借贷 那么在金融领域诞生了P2P之后呢 P2P借贷之后呢 很快呢又诞生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众筹 那么众筹它的起因是这样子的 在2003年纳瓦尔他创办了一家企业 由于他不懂风险投资 很快呢被投资人骗得血本无归 这让Neville对资本的恶意 创业的艰辛呢深有体会 于是他就决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来帮助这些初创的企业去 于是呢当他公司有一定的资金 他就创办了叫做Angel List Angel呢是天使的意思 List呢可以有名单的意思 所以呢叫做天使名单 那么Angel List呢 它是一家专门连接初创企业 和投资者的一个融资平台和社交网络 它其实呢就是这个众筹的一个鼻祖 Angel List它颠覆了传统的风投业 它聚合了大量的巨无霸型的投资 投融资的平台 Angel List它从最初 初创公司成长为如今的一个 投融资航母级的一个企业 他们只用了三年 Angel List模式呢 在全世界的范围 也被广泛的传播和复制 也包括中国 Angel List它对自己的定位呢 实际上就如我这个截图上 所给大家截的 Where is the world Where the world means that drops 实际上它的意思呢就是 希望Angel List可以成为让世界 认识所有初创企业的一个地方 那么在这里头呢 众筹它的英文呢叫做 Crowd Funding Funding呢是资金的意思 资产的意思 Crowd是群众的意思 那么它实际上在香港呢 把它翻译作群众集资 台湾呢翻译作群众募资 它是由发起人 跟投人 平台一起构成的 它低门槛多样性 依靠大众的力量 注重创意的特征呢 一种 向群众募资 以支持发起人的 个人或组织的行为 那么一般而言呢 它是通过网络上的一个平台 它连接起赞助者和提案者 一般咱们的这种 众筹呢 可以用来支持 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说 灾害重建了 民间集资了 竞选活动了 创业集资了 艺术创作了 自由软件 设计发明 科学研究 以及公共专案等等 那么过去 我们的这个融资呢 都去找一些风险投资 或者是去上市 那这些呢 都是中心化的 这种融资的方式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在说 去中心化的方式吗 其实机构或者股市 它的钱呢 也都是由 无数的投资人给的 那么一个企业如果需要钱 能不能我们不经过这些上市 通过这些中心化的这些机构 能不能直接去找这些 有零散的投资人去见呢 那么今天的金融事件呢 实际上有监管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不合格的投资人 就是那些对风险呢 没有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的人 那么拿他们的钱呢 就会有一些金融的风险 那么在中国呢 实际上也有一个限制 比如说超过200人呢 实际上就叫做非法集资 那么我们就 能不能在200人之内 找到一些对风险 有识别能力 还有承受能力的人 拿他们的钱 而不需要通过中间机构呢 实际上这就产生了众筹 众筹就是这么诞生的 那么众筹呢 依然是让全世界觉得很头疼 因为还是涉及到金融风险这个问题 但是呢 即便它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它让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呢 拿到了投资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世界 那么最经典的就是 美国的打车软件 优步 那么这家在全世界 都引起巨大反响的公司 他们的第一笔钱呢 其实就是从Angel List 通过众筹的方式才拿到的 好